日本海上幕僚长5G制9 7月29号星期三 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 不点名指责中国的军事不透明 令周边国家担忧 某些国家的国防政策 包括加强海军力量的政策 非常不透明 这就引发了焦虑 威胁到其他的国家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 对西太平洋周边国家构成非传统的新挑战 他解释说 一旦这些人造岛屿被赋予军事用途 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覆盖整个南中国海地区 从而影响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他说航行自由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至关重要 为了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区域国家应该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 并确保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 首先要确保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或是建立友好关系 就像美日同盟那样 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维持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使这个地区现在和将来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他说美国海军正在加强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区域国家也应该做出调整 适应新的战略环境 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时加强各自的海军力量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 日本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 是否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时 他说 有关日本是否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海上监视和巡逻活动 统合幕僚长办公室还在审看 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维持南中国海的自由和稳定 符合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7月16号 日本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华盛顿表示 日本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 不过 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 在内的分析人士担心 日本加入南中国海巡逻 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吴居之久还说 鉴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许多挑战 可能出现在海上 他希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美日同盟的基石 将美国留在这个地区 他还强调 日本通过西太平洋海军会议等途径 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海军联系 美国之音 斯洋 玉港 华盛顿报道 吉他enos 玉港 华盛顿报道 感谢观看